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两个LTM5的标记 这两个标记应于网页中的交本语言 是网页与用户交互的重要途径 咱们在项目开发的时候,这是必须要用到的技术 请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的,现在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标记有两个,一个是Script,一个是NoScript 一个是交本语言定义,一个是当页面不支持交本语言时该如何显示 好吧,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Script,它是客户端交本的代码句 一般指的是JavaScript 同时这个标记也可以指定外部的交本文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cript标记的使用属性 第一个是SRC属性 就是说当咱们开发网页时,需要用到外部Java交本文件功能时 通过SRC属性把外部文件引用进来 这个需要指定全路径 第二个是Async和Differ属性 它当咱们指定了SRC web交本文件时 通过这两个属性来指定Java交本所执行的时间点 这两个属性其实都是设置当整个网页被浏览器装载完成后 才执行Java交本的内容 如果两个属性同时执行的时候 Async又于Differ执行 关于Java交本执行时间点 我会单独再开一期视频给大家详细说明 接下来是Type属性 它指定外部文件的MIME动媒体类型 比如Text Java交本等等属性 在这里咱们指定Java交本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Charset属性 它是指定外部文件的文字编码 当咱们开发的网页编码和外部引用交本的编码不一致的时候 需要指定外部文件的编码 否则咱们网页可能会出现乱码的问题 这个请大家注意 好的,咱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另一个标记 Noscript标记 它是设置当客户端浏览器不支持Java交本的时候 所在网页中显示的内容 当然在支持Java交本的环境中 Noscript标记里面的内容是不在浏览器中显示的 被浏览器忽略掉 其实目前浏览器都是支持Java交本的 所以这个标记应用范围可能不是很广 咱们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么个标记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个今天综合的例子 在这个地方我引用了一下Noscript 就是说当浏览器不支持的时候 在页面上打出这么一句话 不过都是支持的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这个写法就可以了 然后是Script的写法 这个地方我只用一个Script的类型 是文本Java交本 然后关于里面的Java交本的内容 不属于Java交友的朋友不用担心 你只要知道这是一段编程语言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例子 是Script引用外部Java交友文件的例子 非常简单 写上一个SRC 然后再写上一个外部Java交友文件的全路径就可以了 好,咱们实际看一下网页的编码的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标准的LTMR5的网页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当前网页 引用外部Java交本文件的例子 写法的很简单 下面是本网页自己的Java交本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我定一个变量 然后在网页装载时把这个变量打印出来 下面这个Noscript 就是说当浏览器不支持Java交本的时候 打印出来下面这句话 好,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网页显示的效果 因为我的浏览器是Chrome 它是支持Java交本的 所以下面这句话是不显示 咱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网页内容还没有显示的时候 会打印出来一个Hello Word的文字串 当咱们点击确定时候 网页内容才被装载进来 这个其实就是Java交本执行时间点的问题 咱们看一下我写的这个地方 在页面上部的交本区域 有一个Alert 打印一个MyStream 这个就是说把Hello Word打印出来 但是它是在网页装载头部的时间点 就已经打印出来了 我如果想让网页装载完以后再打印 那么我应该在网页的最下端 再加上一段交本区域 在这个地方我打印出来Alert 就是现在我写的这个写法 然后是MyStream 同时我把上面Alert的这个段代码屏蔽起来 好,咱们再看一下这段代码执行的效果 大家请看这个效果 这个是当网页的内容显示完成后 才打印Hello Word的 这个就是和刚才的区别 Java交本执行的时间点不同 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我已经放到了开中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